上海南排目前正在广东江门和国内其他13个队伍一同集训 队员张哲嘉 戴庆尧 屈宗帅目前接到了国家体育总局排球中心的通知 将赴国家南排参与万训 以及随队参加8月份的世界南排锦标赛 今天上午张哲嘉和戴庆尧已经从江门返回上海稍作休整 屈宗帅则将前往北京处理签证的事宜 他们的具体出发日期将是中国南排世界南排联赛波兰战的比赛情况 以及接下来的训练安排而定 对于终于能随国家队一同参加南排世界赛 小伙子们充满了期待 首先还是很感谢教练组对我的信任 然后自己也是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南排的世界南排联赛 然后希望也是能在这次比赛之后尽快的能跟队伍会合 尽快的跟上队伍的节奏参加到比赛当中去 作为主攻来说在遗传和保证环节上 一定要跟自己的队友去即时的沟通 包括身边的队友队友主攻和自由人 一定要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情况自己的能力 这样才能产生了默契 后面的世界赛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希望自己能更快的融入到这个基地当中去 然后珍惜每一分每一局每一场比赛 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跟队伍参加世界南排联赛感到非常的遗憾 看到队友们顽强拼搏赢下了巴西队之后也备受鼓舞和激励 现在我刚从江门返回上海进行与国家队会合前的准备工作 在与队伍会合之后我也会尽快的融入队伍 然后与队伍进行更多的磨合训练 能够希望在比赛场上展现出自己的技战术水平 打出自己的风格也能帮助国家队取得更好的成绩 感谢观看